今天我们要做鰻鱼饭 我买了一条超大条的鰻鱼 等一下我们就拿去烤架上面慢慢的烤 希望这一次可以成功 出发吧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手杀这个鰻鱼 这么多血 算了有点血腥 太长了我们把它直接切断一半吧 用个毛巾包裹住可以比较好切一点 切开之后就比较好处理了 胃胀还是挺好取的 直接把它刮下来就行了 再把它点上这个骨给去掉 小小心心的千万不要搁到手 好了终于去出来了 哇我这个肉也是够大的 跟我这个巴掌差不多大 剩下这些肉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去烤了 其实这些骨头跟尾巴都可以拿去煲汤了 直到把这整个鱼切好之后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买错了 这个鰻鱼啊 而且这个肉这么肥 不管了回到我们的做完步骤 现在要把这些骨头拿去煲 熬成一个汤汁 然后烤这个鱼肉的时候就刷在上面 就可以刷出最终那种非常非常有食欲的那种 金黄金黄blingblingbling的效果 先把这些骨放下去 我这个完全就不像骨啊 全是肉 倒50克的味淋 再倒一点点料酒 倒一些酱油 再倒一坨蚝油 再搞一点红烧酱汁 哇够了 加一点点的糖 加一点点的盐 倒上一些水 锅面就行了 再加几个小姜片 其实这一整一套的这个用料的话 并不是说什么正宗的鰻鱼的调料 我是自己凭感觉加多了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姜片啊 比如说蚝油啊 比如说那个红烧酱汁啊 都是我主观加进去的 我感觉应该是也挺不错的 哇 后来我发现想烤到上色实在是太困难了 不烤了不烤了 直接拿去这里煎一煎吧 煎的话肯定颜色上的更加均匀 更加入味 测调测调测调 加上我们那些料汁 嗯够了 加上一些淀粉让它更好的上色 哇 这样就完美了 完美了 这道菜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搞得稍微有点复杂 不过最终的效果还算是可以的 准备收工 关火 特地搞了一个小盘子 倒上一点点刚才的那些汤汁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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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放上我们的鰻鱼 哎呀 摆得不是很整齐 不要紧 怎么样 看起来还不错吧 晶光散散 倒上一些海苔和白芝麻 撒上一点点的小葱花 完美 鱼汤我们搞一点 虽然这个鰻鱼不是纯粹的烤出来的 然后后期呢 烤实在是很难上色 我就拿去简单的煎了一下 上了一下色 开动吧 现在已经快两点多了 饿死我了 先来一块煎 哇 超级肥的 我要吃了 好软 来一口饭 超级入味 哇 这边的汤 加了那个火锅底料的那个糖料包之后 更加的甜 完美 这个肉的口感也是吃起来很滑很滑 我感觉这个料汁粘在饭上面 根本都不用鱼 就可以下饭 超级下饭 这个味道刚刚好 其实也不只是鱼骨啊 鱼骨上面粘了好多好多的鱼肉 吃吧 这些鱼还没有全部的煮完 还剩下有三分之一吧 放到冰箱里面去 好了今天的烤鰻鱼饭就到这里了 这一身还是有请桌 小金钱可以和大家分享 建议大家买鰻鱼的时候 可以买小条点 我这种就太大了 不但杀不好杀 而且烤的话也不是特别好烤 其实除了我们直接用这个烧烤架来烤之外 也可以直接放进烤箱里面去 或者是直接煎也是 不错了 新手鲨鱼的时候 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它的表面那层皮啊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划开的 其实是比较难划开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刀换了好几把的 都是挺锋利的刀 一定要小小轻轻一点一点的划 如果你不是那么熟练的话 我看那些熟练的 直接一张一看 噓 然后骨头噓 5秒 那些太强了 专业的 诶 这位小可爱 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给 这位无名扎扎小作者 面啊 点上一个小的 点上两条评论 吃一下下 胖胖胖胖 祝你生日快乐 能够转发分享一下 就更棒棒了 好 今天的这个小体验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吃的超级饱 哇 这个鱼 用鱼骨包出来的汤 也是特别的好喝 可能跟我家的那些调料 也有点关系吧 浩滑 基本上这些鱼 碰到舌头上面轻轻的一碾 就全部都碎了 嗯 鱼尾巴还是有一点点 最后的一小块 嗯 嗯 烤的果然不一样 表面的皮有一种酥香 啊 包包 哇 超级饱 我的天啊 我基本上这一天 就不用吃饭了 太饱了 其实这个饭也不算是特别多了 只是这个盘子 稍微的有点薄而已 最后一小口 嗯 冰箱还有一条小小条了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做一个 更加成功了